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 邦编 编曲 邦编 编曲 邦编 今天继续我们的古希腊的第三讲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会讲到了威那斯雕像 我们讲了两节课 终于开始讲雕像了 维纳斯雕像是古希腊雕像里最著名的一尊 然后在有一些资料上 我们会看到它又叫做米洛的阿弗洛蒂德 为什么叫阿弗洛蒂德 其实是在希腊神话当中的美神 应该是阿弗洛蒂德 而在罗马 在古罗马神话里 美神是叫做维纳斯 因为古罗马文明 最后它其实是对于古希腊文明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才形成的是古罗马文明 所以它其实是以古希腊文明为开端和延续的 所以说但是因为古罗马文明 应该说离我们更近 而且维纳斯这个名字又比较简单 又比较好发音 所以说我们就基本上是以古罗马神话里面的美神 叫做维纳斯来形容了 我们刚才讲到的其实是古希腊雕塑的 这样的一尊雕像 为什么叫米洛 是因为它出土在米洛这个地方 所以这样我们在古希腊的这样一些雕塑里面 我们会看到有其他地方的阿弗洛蒂德 所以这里我们就特指是米洛的阿弗洛蒂德 才是我们讲的最著名的这样的一尊雕像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雕塑 这尊雕塑 这里我们会选取了不同的角度的雕塑的 这个给大家来做一个这样一个介绍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一尊雕塑它应该是在前四世纪的时候的作品 但它其实是前一世纪被纺制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一尊仿制品 但是因为它在前一世纪被纺制 所以它到我们现在仍然有三千年的历史 所以说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出土文物 即使它是纺制品 它其实是纺制了它三百年前的一尊作品 好 现在它放在法国卢浮宫被称为镇馆之宝 那我们这里要问一下大家 卢浮宫的镇馆之宝有哪三件 有没有同学知道 好 当然我们这里看到的威纳斯雕像 然后呢 其实还有一个呢是油画 莫拉丽莎 对吧 好 那么还有一尊作品 其实也是古希腊雕塑 也就是胜利女神雕塑 也就是离开像 叫胜利女神 那我们就会发现 在卢浮宫的三大镇馆之宝里面 有两个都是古希腊雕塑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古希腊雕塑的这个社会地位 或者在艺术地位有多么高 在这个卢浮宫的这样一个作品里面 好 关于镇争雕塑呢 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 这里呢 我们选取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主题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首先是原有的姿态争议 为什么会有姿态争议 是因为威纳是雕像 它不完美啊 因为它是残缺的 它有一个残缺美啊 当然残缺美我们等于会也会介绍到 那么因为雕像是残缺的 所以有人们就在好奇 它的这个胳膊 这个手臂到底是什么姿势 它的姿势到底是怎样的 然后通过对古希腊神话等等一些史学资料的研究 人们就后来有两个 有两个说法是比较得到大家认可的 一个呢 是认为威纳是呢 他有一只手会伸向他前面的 因为我们看到他是半裸的 他像下身是有一个P布 他会伸向他下面P布旁边是有他的孩子 他有一只手伸向他的孩子 好 那么有没有同学知道他的孩子是谁 在希腊神话当中威纳是的孩子是 就是小爱神丘比特 所以他有一只手可能在伸向小爱神丘比特 好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认为他有一只手呢 其实是拿着一只金苹果 拿着一只金苹果 好 为什么会拿着一只金苹果 这个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 希腊神话的传说 而且这个金苹果后来引发了 特别有名的这样一个希腊神 神人混战的这样的一个战争 好 传说呢 宙斯的女儿要结婚了 结果呢 宙斯的女儿结婚的时候呢 他宴请了奥林匹斯神山上所有的神 但是除了一个叫做布和女神 他没有请 就是Iris布和女神 结果布和女神听到了以后 知道以后就非常的生气 他说好 那我一定要造点事来 他叫布和女神什么 专门制造纷争 专门制造事端的 对不对 大家会发现 居然在神话故事里面 还有这样的一个神 他专门来造事的 造势的神 好 结果呢 Iris就跑去偷了一只金苹果 然后他在这个金苹果上面 刻下了几个字 献给最美的女神 然后他就隐身以后 偷偷地放到了那个宴会的 那个场所 后来呢人们就发现了这个 这个金苹果 然后人们看到上面的字以后呢 人们就想 最美的女神是谁 那么那个时候 在古希腊神话里面 还没有美神的诞生 没有美神 然后人们就 结果呢我们说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结果所有的女神 都想当最美的女神 然后这样是不是展开了一场竞技啊 竞争啊 最后他们就选了三个候选人 首先是宙斯的老婆 赫拉 然后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阿弗罗蒂德 好 他们觉得这三个女神都很美 但是还是要选出一个 因为现在最美的 只能有一个 他们就找宙斯来当裁判 结果宙斯说 哎呀那我老婆在里面 这样这样有嫌疑啊 他说那我不能来当裁判 宙斯就建议他们说 你们到人间去找一个裁判吧 好 结果呢他们就跑到人间 就找到了特洛伊城的王子 叫做帕里斯 然后就请帕里斯来当裁判 结果呢帕里斯也很为难 他面对这三个女神 他觉得都很美 他不知道该选谁 然后结果这三个女神呢 就开始各出其招啊 然后赫拉呢就对这个帕里斯说 他说 如果你把这个金苹果给了我 他说我可以让你做亚洲的王 好我们看一下 因为赫拉是宙斯的妻子 她是可以有这个权力的对吧 她是真的可以把帕里斯 封为亚洲之王 好然后呢 结果智慧女神雅典娜 她就对帕里斯说 她说 如果你把这个金苹果给了我 那么我可以让你成为 这个世界上最智慧的男人 因为她是智慧女神啊对吧 所以她可以让她成为 这个世界上最智慧的男人 所以我们说雅典娜也有这个本事 对不对 好结果呢 阿弗罗蒂德 她怎么来贿赂帕里斯 结果她就对帕里斯说 她说如果你把金苹果给了我 我可以让你 娶到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就是我可以让你 让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成为你的妻子 好结果呢 我们说帕里斯最后是什么 不为权力 不为政权 然后也不为智慧所动 然后最后呢 她是被美色所诱惑 然后最后她就把这个金苹果 就给到了阿弗罗蒂德 结果这样呢 阿弗罗蒂德才成为了世界上最美的女神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她有一只手上 可能是拿着金苹果 好但是其实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啊 故事到这个地方 我们只讲她的英文贝拉斯的形态 可是在希腊神话当中 因为这个金苹果 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苹果惹的祸 一个苹果惹的祸 结果后来呢 因为阿弗罗蒂德当了美神 那么她就不能食言 因为她是神啊对吧 然后她就真的 好我问一下 当时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谁 有没有同学知道 是哈伦对不对 可是呢 哈伦并不是单身 哈伦是有丈夫的 她丈夫是斯巴达王 结果呢 有一次呢 在帕里斯在见到了哈伦的时候呢 那么阿弗罗蒂德 为了实现她的诺言 她其实使用了神的幻化的 这样的一个神力 然后呢 她就诱惑了哈伦 就使哈伦的心智受到了迷惑 就爱上了帕里斯 然后就跟着帕里斯 回到了特洛伊城 好这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然后那么 哈伦的老公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她要讨回自己的老婆 然后这样呢 她就发动了一个 长达十年的 就是神人混战 然后她集结了 因为我们刚才我们说到希腊是城邦制 一旦打仗的时候 他们就会结合起来去攻一致对外 然后结果呢 她就把斯巴达王 就把她周边的这样几个城邦的兄弟姐妹 或者等等 这样的他们就全部一起来帮她讨老婆 然后跑到就去打特洛伊 但是特洛伊城呢 不是太容易被贡献 也不是太容易被贡献的 而且呢 当他们这个攻打的时候 阿弗罗蒂德也要帮忙 对不对 阿弗罗蒂德肯定是美神是向着特洛伊王 向着这个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的 但是呢 因为赫拉和雅典娜 就因为这个事情呢 就怀恨嫉妒在心 所以当这个战争发动的时候呢 他们就在背后呢 支持斯巴达王 然后最后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神人混战 最后呢 就攻打了十年的时间 那么暂时大家看一下 当赫拉和雅典娜联合起来 要去攻打这个特洛伊城 然后特洛伊城背后的支持 只是一个美神阿弗罗蒂德 所以大家想他打不打得赢 他不可能打赢 对不对 所以特洛伊城必定战败 他一定会战败 然后当时特洛伊城唯一的支持呢 就是阿弗罗蒂德的情人 战神 那么虽然是战神啊 但是因为他只是阿弗罗蒂德的情人 地下情人 所以说战神呢 只是有勇无谋 他没有办法比得上赫拉 也没有办法比得过雅典娜 雅典娜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人 所以最后呢 特洛伊城战败 非常非常惨的这样一个神龙混战 就是由这个金苹果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是关于他原有姿态的争议里面 金苹果的故事是最最为有趣啊 最为有趣的 这是你要真的去了解这个故事 你会看到真的是一个荡气回肠的 这样一个史诗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好 然后下面一个雕塑他本来的颜色的争议 我提到雕塑原本的颜色 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对不对 咦 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雕塑 它就是一尊黑白的呀 它就是一个没有色彩的呀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 若干年前有一些史学家 包括考古学家 他们就对这个很众多的希腊雕塑的 这样一些很隐蔽的 比方说耳朵里面 然后包括腋下 就是不容易被人发现 或不容易被风化的这些位置 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 结果发现这些希腊雕塑原本 居然是有色彩的 就是这些雕塑它本身是彩色的 只是经历了时间的 这样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和风化等等 那么它的颜色都失去了 所以我们就以为这些雕塑 就是这样的摆设大理石雕塑 好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如果我说这些雕塑本身是有色彩的 那么你对威纳斯这些雕像 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比方我们看到现在的威纳斯 然后你觉得他居然打着腮红 也许他还描了眉 也许他还涂了唇膏 然后你突然看到 也许他的身体肌肤是涂了颜色的 或他的身上的衣服也是有彩色的 你是不是觉得他的艺术性大打折扣 你觉得他还有你现在所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神圣 纯洁 高贵的 这样的一个美感吗 你可能会有点突然觉得大跌眼镜的感觉 你会觉得这个雕像居然是这样的吗 可是我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比方说我们现在去看一幅中国传统绘画 比方说清明上河图 如果说你现在去看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原作 但是我们都知道清明上河图 当他最初画的时候 他一定是画在一张白色的 比较白的那个圈子上面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清明上河图 他的底色其实不白 他其实是泛黄的对吧 如果你看到的是一张白色纯白 像以前一样色彩的那个清明上河图 你觉得说这是一幅赝品 你觉得说这是一幅假画对不对 这绝对不是真正的清明上河图 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黄底色的清明上河图 也不是当初那个色彩啊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威纳斯雕像 那么即使这尊雕像 即使这尊雕像 它失去了它原来本身的色彩 可是它什么原因失去 因为它经历了三千年 而且还有我们看到 为什么这些雕像都是残缺的 因为过去的很多雕像呢 它的头部包括胳膊等等 它其实是不是一整块石头雕的 它其实是有拼接 它会有拼接 然后呢 这些雕像因为经过了三千年 我们知道这三千年的历史 发生了什么 那么古希腊文明之后 经历了古罗马文明 那么古罗马它在发展 和继承希腊文明的时候呢 它其实在之前的 希腊的很多的雕塑等等 也因为战争被损毁 然后之后呢 在西方的历史上 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的一千年 那么一千年中世纪 是因为基督教神学的 这样的一个兴起 那么他们对于过去古希腊 古罗马的哲学艺术等等 因为他们很多太多裸体的 然后包括神话故事里面 有太多的这种乱伦啊 放纵啊 纵欲啊 包括同性恋啊等等 那么他们觉得 这些都是误会的 他们觉得这些 都是不值得被宣扬的 那么所有人们 都应该去信仰基督教 那么所有的希腊的哲学 文化 艺术 全部被销毁 然后很多的雕像都被打碎 然后有些雕像 就被直接埋入地下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很多这些雕塑作品 它其实是从地下又挖起来的 所以挖起来以后 它就会有残缺 这些残缺 也许以前就把它打破了 也许是在挖掘的过程当中 意味着风化或者等等 所以我们看这三千年 经历了什么 然后漫长的中世纪的一千年之后 有一些雕塑作品又被发现 比方说拉奥孔群像 拉奥孔群像是发现的比较早的 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 米开朗基罗就非常的欣赏和崇拜 对于拉奥孔群像 这样一个雕塑的这种树像 好 所以我们会看到 经历了这三千年 这些雕像 它们经历了实在太多东西 所以即使它失去了这个色彩 可是它失去色彩的过程 就代表着它历史的形成 它就是历史的沉淀 全部就在它的身上 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没有色彩的 但是因为现在的它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失去颜色的它 也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它的本来的面目 所以其实呢 即使我们知道雕像本来是有色彩的 那么我们一方面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恢复它的色彩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接受 原来它曾经有过这个色彩的过程 所以其实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并不需要因为它曾经有色彩 而去觉得这个雕像的艺术性能是减弱的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不管在这个雕像的背后有多少的故事也好 多少的争议也好 好 那我们首先看雕树就是一个视觉的东西 它是一个视觉形象 好 我们看看视觉上的Vinas雕像 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那么有一些这个美学家 然后做了研究 他们就研究了这个雕树的身形比例 为什么人们都这么喜欢这尊雕像 然后他们就对它的身材比例做了一些研究 然后我们这里看到 有肩宽 胸的宽度 然后胯骨的宽度 然后腿的转折 然后还有从发际线到肚脐 然后肚脐到脚底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比例关系 结果这些比例关系呢 基本上都是3比5比8 并且它的身高是头的8倍稍弱 也就是差不多1比8的比例 我们说1比8 实际上古希腊人曾经做了研究 就是正常的一般的雕树 树像的话 如果头和身长是1比7的比例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一个比正常稍微更舒服一点 可看上去是比较舒服的 这样一个正常的人体比例 所以当时有一个雕树家叫做波里克里特 他还写了一个叫做《美的法则》 叫做《法规》这本书 然后他当时就研究了 就是说1比7是人的身体头长 比较好的一个美的比例关系 但是我们看到威纳斯雕像是1比8 因为后来随着雕树的技巧的更进一步完善 或者说是希腊人对于美的一个进一步的追求 然后人们就有意的拉长了头和身长的比例 就成了1比8的比例 那么他们发现1比8的比例会更舒服看上去 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 1比8的头长已经是 我们工业是非常完美的模特 才会有这样的1比8的头的身长比例 就一般人能达到1比7都不错了 但是后来他人们 我们会看到1比8的出现的话 那么你就会发现人类从古到今 经历3000年 人们对于审美的标准 其实没有太多变化 为什么 从1比7到1比8 你会发现人的身形比例是不是被拉长了 它是一个被拉长的过程 所以说这个修长美是从古至今 大多数人都追求了一种美 就是一种形象的美 就是修长之美 所以说会从1比7到1比8的比例 然后它的身体各部分的3比5比8的比例 也很有意思 它其实是黄金分割比的近视值 什么是黄金分割比 黄金分割比是宽和长是1比1.618 然后人们就做了很多对于比例的研究 然后做了相当于调研 然后之后就发现大多数人都会觉得1比1.618 这个比例是看上去最舒服的比例 所以后来这个比例就用到了很多的书籍 杂志 报刊 包括我们用的钞票 就是很多的长宽比例都会采用黄金分割比 所以因为这个比例实在太珍贵太好了太美了 所以才把它叫黄金分割比 所以才誉为叫黄金分割比 然后这个比例呢 我曾经看过BBC的一部影片叫做Face系列 Face系列里的第三部叫做Beauty 那么Beauty呢 它大概我觉得很早这部影片 差不多20年前 大概应该是在1999年还是2000年左右 出来的这部影片 然后这部影片就讲到了一个整形医师 因为他在不断的他要给人整形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有时候把人整得好看 怎么有时候还不如原来好看 他就觉得很挫败 然后他想那美有没有一个最终的美的标准 那么什么是美 如果有标准 那我以后就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做 我是不是就不会失败 好结果这个整形医师做了很多研究以后 最后发现所谓的美是什么 是比例的和谐之美 而且这个美其实在古希腊人就已经提出来了 最早提出这个的是毕达格拉斯 古希腊数学家 好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黄金分割笔 他之后发现他会在这个人体的身上不断的出现 在BBC这部影片里面就讲到 然后这个整形医师 他就做了一个关于用黄金分割笔做了一个人的面具 就是把它画在一张透明的一个人的面具的上面 就像一张薄膜一样 但是上面是黄金分割笔的 然后他就把这个面具放到各个当时好莱坞非常流行的这些蓝女明星 然后包括服装模特 把它放到他们的脸上去看去做对比 然后发现大多数人认为美的这些明星们 他们的脸的大部分都符合于黄金分割笔 这就是很有意思 他就觉得他发现了美的终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实际上就是比例的和谐 那么他并不是说你眼睛大一点 或你鼻子高一点就是美 好比方说现在很多人说整形 如果说你整一个范冰冰的眼睛 那么但是他安在不在范冰冰的那个脸型上 安在你的脸型上就不一定很好看 所以他应该是眼睛鼻子嘴和整个脸型的比例协调 这个才是美 所以当然这个好莱坞 这个好莱坞的很多明星 然后被放到这个黄金分割笔的时候 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有一个这个面具放到某一个男明星的脸上 他的脸他的五官和这个黄金分割笔一丝一毫都不差 好我想问一下现在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可以猜出你们可以猜一猜是哪一位男明星吗 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在课堂上讲到的时候 有些同学会说是演泰坦尼克里面的那个小李子 好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男明星呢必须比小李子年龄稍微大一点 然后因为他是20年前这部影片拍摄的 但是这个影这个位影星这位男明星现在其实也很红 也有很多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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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的上映非常的火爆 获得了非常好的票房 好有没有猜到他是谁 就是汤姆克罗斯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阿汤哥 阿汤哥的脸部五官长得完全符合于黄金分割笔 所以我们现在会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好看 是因为他脸部非常的和谐 他有着和谐协调之美 好那么讲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 如果威纳斯雕像仅仅只是身形比例的好看 那么我们随便做一尊雕像 我们只要他符合于黄金分割笔的这个模子 是不是呢每一尊雕像都可以像威纳斯雕像一样取得这么高的艺术成就 你会发现不是对不对 不是威纳斯雕像始终是唯一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威纳斯雕像身上肯定还有其他的美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 好那么那就是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的内容 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到这里 好期待下一堂课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来探索 感谢观看